中129线的扩宽工程 最主要是要缩短我们台中市与新社区的城乡差距 这个设计总共有节湾取值跟道路的拓宽 从原本的12米拓宽了20米 所以变成我们新社区民 到台中的一个非常便捷的一条道路 总和商业大楼 最主要是要解决我们的闹区摊贩的一个问题 它的设计上第一层是商业楼 第二层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第三楼是一个集会场所 那在我们新社里面的市区 要解决我们这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新建了这一个总和商业大楼 9级扩制宏池最主要是结合了 休戚灌溉跟制宏三大效果 新社如果遇到强降雨的时候 会常常造成九旗沟淹水的问题 自宏池的设置 总经费一亿两千万 就可以解决我们九旗沟淹水的问题 福兴简易自来水工程 第一期已经完工了 这个是解决当地偏远地区 60年来没有饮用水的问题 第二期工程 我们目前依据在今年的10月也会完工 新社高中的前身是新社高农 从改变为综合高中之后 我们要恢复农业复兴最主要就是 要把当时的农业结合我们当地的一个产业 跟总苗场的建教合作 来达到我们永续发展农业的精神 成立菇类菌种研发中心 最主要就是要强化我们香菇的菌种 让这个农民的收益达到更高的效能 施水科西的护案工程跟台湾固有原生种的白鱼保育 施水科西下游也常常造成淹水的问题 水利局将下游整治 最主要是把护案用自然工法兼顾到白鱼的保育 开办长青快乐学堂 及日间照护中心 这个案子是我们闲置空间的一个在地用 达到老年人有一个共食共餐的跟学习的一个场所 白冷菌文化祭最主要是要纪念工程师基田千雄 在80年前他的伟大杰作 白冷菌可以说是我们新色的生活命脉 如果新色没有这条菌来灌溉跟民生有用的话 那新色将成为一个芳芋之地 因为这个是唯一的可以灌溉我们区域的一条水浸 酒庄妈文化节 酒庄妈也是供奉妈祖 跟我们其他信仰的妈祖一样 我们的酒庄妈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神但是没有固定的宫庙在供奉 是由我们九个庄九年轮一次来供奉妈祖 那每年他也会做辖内的绕境活动 祈求百姓平安 入屏灯亮水沟通 这个是一般民众最基本的需求 尤其我们的灯亮 我们把最传统的水银灯全部都泰换成LED灯 新色是我们大台中的后花园 那新色这几年朝向休闲跟精致产业发展 那我们正向国际申请 满城的认证 那新色是一个非常适合做休闲的一个区域 那也透过我们满城 让更多的民众跟游客了解我们新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